《环球时报》报道,近年来随着美国在南海区域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一旦发生突发状况,美国就会利用卫星照片,做出各种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同时把责任推给中国。 南海的舆论战和话语前争夺,是一场看不见,但又至关重要的博弈。 4月9日上午,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举行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上线,即南海局势报告发布会,并正式对外发布平台的首份研究报告,展示平台中方专家团队,对南海军事化、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和资源开发合作等焦点议题的最新看法。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胡波主任,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当前南海局势趋向缓和,但左右南海局势发展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 一方面,中美海上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南海已成为双方海上战略角逐的前沿。 另一方面,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与外国家加大对南海事务的关注和介入,推动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胡波表示,2018年,美军明显加大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烈度,基本保持每八周一次的频率。 在南沙中方驻守岛礁的12海里内多半有高速机动、演习训练和其他刺激性活动。 美军还增强了针对西沙的挑衅活动、航行自由行动之外,美军还大幅强化战略威慑和前沿存在。 2018年,美军先后有四个航母打击群,四个染气戒备大队,以及多艘核潜艇,30架次B-52H轰炸机,前往南海及周边地区开展战略威慑活动。 但美国在舆论场中,却利用卫星照片和各种数据突出中国在南海所谓军事动作,不提自己的行动对南海造成的军事化影响。 比如去年9月30日,中美军舰在南海近距离相遇,美方就抢先抛出有利于他们的说法,把自己描绘成无辜受害者。 胡波表示,我们只有拿出有利的证据。 从中国的视角来解读,才能把事实澄清,才能让国际社会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事情的经纬。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上线后,已发布一系列卫星照片和分析报告。 胡波表示,通过数据分析,能更明晰地看到, 意外国家如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南海介入的次数和程度,在哪些地点出现更多。 未来这个平台上将会上传更多的关于南海岛礁的引用卫星照片。 而且我们会努力建立卫星图片数据库,包括关于南海舰机活动的情况。 胡锦阳,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7 million five hundred under thirty one, 野门政府与胡塞反政府武装代表,17日,就从鸿海港口城市和台达分步骤撤军达成一致。 联合国方面说,双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从布撤,联合国观察团先头设立的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斡旋下。 野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代表16日至17日,在和台达谈判,同一份步骤从和台达撤军。 法新社报道,这是野门冲突方自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的第四轮谈判,双方试图就撤军形势达成一致。 联合国17日发布声明,说野门冲突方经过漫长但富有成效的谈判, 就从和台达撤军第一阶段方案达成一致。 取得重大进展,声明没有提及双方开始撤军的日期。 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在第一阶段将从和台达、塞利夫和埃萨塞处港口撤离。 支持野门政府军的多国联军部队,同期从和台达市东部郊区撤离。 经由联合国卧旋。 野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去年12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谈判,达成停火协议。 内容包括双方在和台达及周边地区停火,启动交换俘虏执行机制, 以及就野门西南部城市塔伊兹达成谅解。 三阶段,和台达在协议达成后,基本实现停火。 不过,由于双方对撤军后和台达的控制权有分歧,撤军进展缓慢。 胡塞武装控制这座港口城市, 野门政府军和多国联军在和台达郊区扎营。 除商定第一阶段方案,野门冲突方17日就撤军第二阶段方案,达成原则性一致,涉及双方从和台达省撤军。 各方仍需就这一方案磋商。 新一轮谈判定于一周内举行。 双方将确定撤军第二阶段的细节。 联合国野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同一天抵达野门首都萨纳。 会晤胡塞武装首领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 美联社一野门安全官员为消息员报道。 两人讨论了和台达及周边地区的复杂局势,胡塞武装证实。 这一反政府武装的首领,与格里菲斯商谈,落实停火协议。 禁援助,联合国方面说。 和台达局势缓和有望让也门民众急需的食物和医疗援助,运进这个中东国家。 路透社报道。 冲突双方对和台达控制权的分歧,致使开通人道主义走廊受阻。 和台达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也门的主要门户。 大约80%的食品、药品和燃料等援助物资,经由这里运往也门各地。 这座鸿海港口城市,200114年以来,由胡塞武装控制。 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去年6月发起进攻,试图收复和台达。 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国际社会连续数月斡旋。 围绕和台达的全面战事得以避免。 持续战乱让也门承受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数据显示。 也门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即超过24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或保护。 其中120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威胁。 包雪林,新华社专特稿,新华社华盛顿1月26日电,记者流洋美国海军26日在西部城市圣杰戈,为迈克尔蒙苏二号驱逐舰举行服役仪式。 正式接收第二艘珠姆沃尔特急驱逐舰。 迈克尔蒙苏二号,是美国最具战斗力的武器之一。 美国海军部长理查德斯潘赛,在服役典礼前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这艘区逐渐显好为DDG1001。 据了解,该舰长185米,排水量约为1,6万吨。 航速可达30节,每小时55,6公里以上。 迈克尔蒙苏二是前海军海豹突击队成员。 2006年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时,因保护战友阵亡。 2008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追授蒙苏尔荣誉勋章。 同年,时任美国海军部长温特宣布以蒙苏尔的名字命名,当时正在建造的第二艘朱姆沃尔特急驱逐舰。 朱姆沃尔特急驱逐舰,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驱逐舰。 具备良好隐形性能和强大的对地打击能力。 美国一度计划用朱姆沃尔特急代替现役的阿利伯克急驱逐舰。 但由于前者建造成本和难度巨大,而且维护费用太高。 因此将32艘的建造计划,削减到3艘。 平摊研发费用后,每艘成本获达75亿美元。 朱姆沃尔特急手舰,已于2016年服役。 该集第三艘灵灯约翰讯号,仍在建造中,预计于今年春天下水。 当哈旦基纳斯克奥尔特急驱逐舰诞,诞生在银行排队取权的队伍中时,一度轰轰烈烈,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然而好景不长。 现年两岁的他,因为名人身份,处于父母双方家庭和两个村庄之间的激烈争夺中。 BBC记者吉塔潘迪Veta Ponday,前往印度北部坎普尔的乡村,为你讲述关于这名孩子的故事。 名字寓意宝藏的哈赞,基于2016年12月2日,出生在北方邦。 在他出生的一个月后,印度当局突然禁止了1000卢比和500卢比纸币发行。 印度总理莫迪的这一决定,在当地被称为费钞,它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现金短缺。 临产的萨维萨德维思ASSHA DEVI、童乐母撒西ASSHA DEVI、十岁的女儿普里蒂PRETTY,,以及另外数百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